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的浩然正气 孟子说 浩然正气 首先是充满在天地之间 一种十分浩大 十分刚强的气 其次 这种气是用正义和道德日积月累形成的 反之 如果没有正义和道德存储其中 他也就消退无力了 这种气 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 从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 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 所谓浩然之气 就是刚正之气 就是人间正气 是大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 孟子认为 一个人有了好气长存的精神力量 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 威胁也好 都能处遍不惊 镇定自若 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也就是孟子曾经说过的富贵不能饮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趋的高尚情操 肖战年级虽轻 但也经历过近乎极致的压迫和近乎极致的绝望 当然伴随其后的应该也有极致的诱惑和奢靡 在此之前 肖战单纯阳光 乐于善待周围一切 乐于观察学习包容和融入 一夜之间百家下场 资本 平台 媒体无嘴群殴 毫无底线的辱骂诅诚诋毁 歇斯底里的嘲笑贬低 迁怒污蔑造谣 黑暗狂欢的疯狂里肖战弱小的身影从未滑贵 理由竟然是莫须有的小屁孩时的随意几句口嗨 或者不知倒是谁看不惯别人公开写着他的名字描写的性器官的文字 在网上声称应该举报真人黄报文 只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者才会相信这样的鬼扯吧 不管什么理由 谁见过那么大规模 那么持久一直到今天依然是公开指明的辱骂 那么多平台 媒体和各种号称各路粉丝的黑子们都参与其中的网报 攻击辱骂范围包括肖战所有的亲人 包括他刚刚去世的爷爷 朋友 为他说话的路人 他的代言 综艺 作品等等一切的一切 全部被围攻诋毁强制删减 到底是为了什么 才会让肖战在乌烟瘴气的娱乐圈里 难得的干净纯粹的人 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网报 同时又受到如此多零零散散的陌生人 默默的守护 希望有心人自己去认真的考古吧 随便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找到正确答案 即便如此 肖战长达十个月不得不独自待着宾馆里 哪也不能去的期间 创作公益歌曲光点 被抹汪污名为污点 送给武汉市民暗夜红梅激励抗议必胜 发布红梅赞赞叹抗议英雄 安抚粉丝要向阳而行 提高心灵过滤网格 不要被不喜欢的人和事羁绊住自己 要去让自己成长 好好工作生活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等待未来在相见时更好的自己 并组织各种公益助农扶贫活动 所以我想说支持肖战一路走过来的 也许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来自于巴蜀之的的倔强 来自于普通民间的善良 来自于街坊邻居的温暖 来自于亲人失友的细腻 来自周围点点滴滴普通的陌生人的默默守护 来自于华夏大地的浩然正气 诚然 哪里都会有缺憾 哪里都会有不如意 哪里都会有阴暗 哪里都会有苦难 但是总是会有像肖战一样 有会跟有善缘的人 可以不断地吸收周围的浩然正气 以滋养自己不断进取成长的内心 以抵御外周不断侵扰的歪风邪气 就像肖战所说 总有人说太难了 可是谁不难呢 但还是要不断调整自己 要靠自己不走外门邪道 乌银压得再低 还是会留有一片天空的 还是可以守住初心和本心 然后在等待中不断内敛本领 外担责任 自己慢慢变强 同时外界慢慢变好 只要有这份心性在 世间浩然正气 才会滋养和灌溉你的内心 肖战正能量奋斗奋斗奋斗 本世纪最大的骗局 叫杨幂同款 在网络购物时代里 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言 选择困难症的你 拿不准该买哪一件时 记得在搜索栏加上明星加同款 这样筛选出来的结果 往往让消费者有一种沉浸式的试穿体验 为了给自己找一套低调时尚的通勤装 我试着搜索了一下杨幂机场街拍几个字 当页面打开的一瞬间 我立马傻眼了 跟下半身明显不在一个涂层上的头发一丝不苟 站在舞台上还能随风摇曳之棱着的裙摆 仿佛在嘲笑我的物理学常识 而当我顺藤摸瓜 观察明星同款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 有三位女明星 撑起了明星同款的一片天 甜美可人的迪丽热巴 成了香包界的代言人 只是不知从何时起 她开始走了接地气的社区名原封 非百元以下不卑之外 还只偏爱尽脏寂寞的黑色双肩包 一件私服搭出几百个双肩包 热巴身体力行地演绎了如何抵制消费陷阱 光是一个耿着脖子的造型 就配了几十个品牌的双肩包 抛去头显得格外大以外 四肢看起来也分外有混搭拼接感 通过热心网友一番检索 这才为脖子以下全被copy的网红温婉 找回了其他部分的躯干 酷爱在机场出片的杨幂 因为盘正条顺大长腿 成为众多温州鞋场的独爱艺嫖 在网络上搜索杨幂技场街拍同款女鞋 品类齐全到就差一双足利剑 眼花缭乱又整齐划衣的时尚单品 堆彻在屏幕前呈现出一种科技金属的赛博朋克感 白衣白帽黑口罩的大秘密 无论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脚脖子以上的穿搭永远只会是经典的黑白两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脚脖子以下的五彩斑斓 形态各异的高中低腰单鞋 右上的美宫着实敷隐了 毫无违和感的调色和俏皮欢时的步伐 显示出时尚达人的本质在于找对一双合适的鞋 穿出自信,穿出活力的杨幂,在机场地板上的每一个摩擦,都仿佛马上要开始这就是街舞 全然不顾两条小腿的姿势,别扭如同刚刚离开轮椅的霍金,完全违背了人体力学 为了让每双同款鞋更有卖乡,温州匹图大师们还不忘给秘密的脚脖子做个拉伸 尽可能让消费者看上一眼,就感觉自己的小腿也迎来了二次发育 如此细致入微的授钱服务,谁看了不夸一句匠心 能够拥有这样海量换鞋不换衣的机场街拍,人们不禁怀疑这样的秘密 难道本质是GAL6子? 当然,包包鞋子销量毕竟有限,平易近人的视频也要走,易走明星路线 自打恢复单身状态以后,质赶上了一个台阶的赵丽颖 不仅同款服装在网购平台大厦四方,发带头饰也成为网店美工们的研究重点 仅靠一个发型模板,就让一屋出货千万的小赵,日常最离不开的就是迎风招展的各色发带 水墨古风,公主芭比,日系和风,来者不惧的百搭属性,直接占据了将这户搜索关键字的顶端 虽然这些同款发型图,定精一看就都留于萌版表面 而且热爱建立护侃群的小赵,似乎已经成了圈内公认的时尚大家 顺着赵丽颖同款翻看下去,半个娱乐圈女星好像都购买了同款皇冠 无中声包热巴,换鞋达人蜜,一屋饰品赵 明星同款里的三座大山,撑起了中国网购美工圈的半壁江山 被美工们承还配叮当的居静衣,为了给配饰类小商品带货,恨不得化身六耳迷猴,每张私服街拍特写 放大了都被摁上了形状接近,浑水摸鱼的防过敏耳定 常年在红毯上蹲点的百变小影,为了给出口转内销的连衣裙青仓,甚至脖子以下全手绘 一些联手绘都懒得动笔的美工,直接把杨颖杨幂的脸和身体,来了个合二而一 这种博彩重长的P图,属实拿捏住了两个阵营的粉丝 如此高明的带货手段,值得在品牌营销教科书上浓墨重彩的来上一笔 这样的乾坤淡挪移,其实在上一代代货天后们看来只能算略失小计了 早年经常被商家们一件换装的奇迹冰冰,为了证明自己的品位,还曾经在微博亲自打假 不过依旧收效甚微 直到这两年退圈后,网购平台上关于他的变装传说才逐渐平息 一张平平无奇的街拍照,就能引爆一场中国美工界的头脑风暴 明星们原地不动卖个腿,就能在平行空间走完一场巴黎时装秀 这么科幻现实的剧情,不仅局限于网购平台的少女淑女装上 在爸妈的衣柜里,最不缺的就是逼格报表的中老年明星同款 或许是因为体态外形,无限接近于普通中年男性 被精神老伙儿们盯上的郭德纲,每每出现在同款图中 都被美工们善意地去除了皮九度,小腿也偷偷拉长了五公分 就连小麦油斗鸡也被换成了冷白皮 不过要论流量和产品范围,我想没有再做哪个明星能比得过这位男士 就像韩国人的一身离不开三星一样 中国的主妇们也离不开衣食住行都涉猎的这位素人爷爷 走哪哪滞销的爷爷,用不变的侧脸教你认识,谁才是带货领域的盖世太保 其实早在十年前,这种明星同款已经在网购平台严重雪崩了 也是从李孝利同款,呛口小辣椒同款等初代P图重灾区开始,中国网购市场一度进入到了包装至上的技术的时代,美工的迭代速度远超原创设计师 从PS换装到PS换脸,下一失踪直接整成了下半身失踪,P图开始越玩越溜,但也始终换汤不换药 拉腿把泰迪活生生拉成了羊驼 因为版权一时的薄弱,加上维权成本太高,国内服饰品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依靠抄袭洗稿创意,甚至直接买正品打版的方式二次创作 出于成本考虑,很多小品牌工厂宁愿花大价钱请一位美工,也不愿意花费财力物力培养一位设计师 压扁记者,独自美丽的红裙杨幂,这也直接导致了国货服饰品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断层消失 只能依靠小作坊和糊弄学来以量取胜的结果就是,全网近是大热款,满街都是撞山人 好在,随着近几年知识产权,一时的增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P团诈骗行为越来越少了 网友和明星们之间,也少了互相拉眼的买家秀折磨 如今再想要花个几十亿百,从网上淘到一件包邮的AB同款礼服,怕是难于上青天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